文管中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和师长 由于会议采访的原因 我们成为了朋友 文先生身材高大 文质彬彬 待人谦虚和蔼 但遇到原则性的问题 又绝不妥协 文先生一生经历坎坷 可以说久死一生 但命运又对他偏爱有加 或许他承受的苦难太多了 但文先生并不成立于苦难 相反他有一种难得的祸难 他超越个人的苦难 而去悲鸣中国土地上亿万贫苦的农民 下面我就与大家说说 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的故事 文先生说 我的一生从一开始就和许多人不一样 这一切源自我的家庭出身 我的父亲文强 他曾经是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和省委特委书记 但后来又在国民党里面做到中将 怀海战役时 他是杜玉明的参谋长 我父亲文强是黄土 四期的学生 那时他既是共产党 又是国民党的党员 因为新三民主义政策 在那个时候 国共双方都鼓励跨党派入党 但在国共分裂时 我父亲选择了共产党 后来国共分裂 因为那时共产党已经走得非常极端了 当时在湖南已经开始斗地主游街了 共产党的行为 让我父亲最终决定站在国民党那边 英国哲学家卢树说过 你20岁之前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话 你就是个冷邪的动物 如果你30岁后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话 那你就是个白痴 1948年的时候 我母亲阿婆和我们三个兄弟已经到了台湾 阿婆由于长期在文先生家中服事 他实际上与文先生的母亲和文先生的兄弟们 已经是亲人的关系 后来在淮海战狱结束后 文强先生就被孚了 根据日雷瓦公约停战之后 六个月内可以双方交换战 他父亲就让副官烧出一条信来 叫文先生的母亲赶快去营救他 文先生说 我母亲就从台湾到了安徽北部 山东南部和苏北一带 我们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上海解放的前夕 国民党方面主要的官员和军队都已经撤走了 我们就在上海的徐家会住了下来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 但由于父亲的事 他被管制了 不能再教书了 我母亲不停的要找父亲 但始终没有取得联系 他很绝望 最后在管制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选择了用煤气自杀 我母亲去时候 阿婆变成了家里唯一的依靠 当时接到了干 要把他赶回老家 如果这样 我们真的就无依无靠了 后来阿婆在大街上拦截区委书记的车 放声大哭 徐委书记听了他的哭诉 就问阿婆怎么办 阿婆说 我要管这几个孩子 家里还有点财产 也不会跟政府添什么负担 我也可以再去做点事 这几个孩子没有罪 他们只是出生在这个家庭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罪 徐委书记最后说 这样赶你回去 影响太坏了 传出去像是灭门一样 于是阿婆就留了下来 随着时光的流逝 转眼就到了文革 我学习的那个中学 是徐慧中学 因为我反对协同论 就被当时上海市 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徐锦贤宣布为反动学生 先是被关进了学习班 后来他们就斗争我 说我是反市革委会的 后来就放在流棚 关了一年 每天都是打扫厕所 他们几乎把我弄得差不多 要死掉 徐慧中学的一个功能 他因为成分好 后来变成了那个流棚的领导 每天他来布置工作 对我很照顾 196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一群红卫兵围住了我 要我长时间弯腰 鞠躬认罪 晚上他们将我压到了 一些黑屋 将我的眼睛由黑布蒙上 使命的打我 一只腿都打淡了几根 他们离去时 我遍体鳞伤 只能在夜幕掩护下 慢慢的回到家里 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连衣服都变成了碎片 浸透了血 牢牢的粘在身上 阿婆帮我脱衣 一脱便连皮肉都湿了下来 那几天我彻夜无法入睡 白天咬着牙 照样要去学校劳动 令人发指的是 红卫兵见我身上贴了膏药 纱布 有逼我交代是谁在治疗我 几男友气势汹汹 去人家那里 心思问罪 有一次我打扫操场 一群学生逼着我 紧靠墙根 低头向毛泽东请罪 他们竟从楼上 将一把铁椅子 狠狠地摔倒我的头上 砸得我 当时就昏死过去 这样下去 我很可能就被活活整死了 工仙队也害怕了 把我转移到工厂的流棚去 虽然体力上累些 但虐待生命的危险 总算躲过去了 我是1969年插队的 我下乡的时候 阿婆已经八十多岁了 1971年我回上海的时候 我觉得阿婆的身体 非常不好 但还能行走 走起路来 摇摇晃晃 我就一点也不想 回到农村 觉得应该照顾她 结果有一天晚上 她就对我说 你过来我跟你讲讲话 在平时要讲话就讲话 她要我坐下来 说你现在插队落户 已经好几年了 但你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插队落户 我也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打算 永远插下去呢 还是以后要到学校和工矿去 我说我肯定不想永远插队下去 但现在没有其他的机会 也只能这样做下去 她说你呀 不要把我当作你最重要的事来关心 你还是要追求自己的前程 尽可能找一个属于你的工作 然后再考虑把我接过去 一次阿婆病重 我就用黄泥车把她送到医院 医院一听 我的家庭出身就不给她治了 那是阿婆已经85岁了 医生说她能活到这个年纪 就是福气很好了 没有必要再治了 你就带她回家吧 我跟他们吵了一下 到1975年春天 我父亲被特赦了 这是文革当中第一批特赦 特赦之后 他就把阿婆带到了北京 我也来到了北京 因为上海不准我落户 到了北京后 开始也是找不到工作 人家一听我的出声就不要了 当了几个月无业游民 后来人家介绍我到食品厂工作 当搬运工 后来又等了一段时间 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后来有一个机会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时叫社会科学部 文革结束后 学部从乡下签回来 但是那些老的研究员 老的老病的病 非常需要一批新生的力量 于是社会科学部就有一点不公开 在内部招一批年轻人 因为他们也听说文革中有一些人在自学 我考的是情报所 情报所大概是国内订阅外文期刊最全的一个机构 就需要有人把这些刊物翻译成中文 我就在那里工作了两年 1979年初 我决定考研究生 我报考的是复旦大学 当时经济系里面 有一个非常新的专业 是世界经济 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 还不能就中国经济认经济 必须要看一下世界其他国家怎么搞得那么好 于是就报考了世界经济 居然考上了 三年以后 我毕业的时候 复旦大学要留下一些人 我也被选上了 就在复旦大学留校了 一年以后 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复旦大学校长谢旭德 拿到了一个机会 芝加哥大学校长对他说 欢迎复旦大学派一个访问学者 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去 谢旭德校长回到复旦后 举行了一个考试 有些年轻的老师都去参加 主要是考英语 也考一些经济学 后来我被录取了 因为英文成绩 我比他们好 于是决定派我去 这个时候 我居然还不知道 芝加哥大学 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大学 还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大学 那一年结束后 当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 江沈教授就跟我说 我看你好像很喜欢经济学 我现在给你一张往返的机票 你告诉复旦大学 你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全额奖学金 我们同意接受你成为博士班的学生 后来你已经种种磨烂 我终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后来由于六四我就没有回谷 那单时间还差点没有闭上夜 为什么呢 因为我正在做论文 我论文又是专门研究中国当代的土地制度 所以在1988年时 我还到我插过队的村子去搜集了很多资料 回来不久 89年4月开始国内就出现了一些事情 后来我考虑再三 还是先完成血液 那是我的模型和资料都有了 数据结果也有了 就是把它写成一个初稿 然后把初稿给导师花几个星期看一看 我的导师舒尔茨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的初稿一个字一个字的改相当认真 后来终于在8月初通过了 到12月份正式答辩 我就拿到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后来1989年的秋天 我在纽约市立大学 伯鲁克学院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1994年 我又去了三一学院 当时三一学院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榜上 名列前茅 并于四年后 获得了终身教职 2016年 文冠中先生回到了徐会中学 他在66级高山同学毕业50周年的聚会上这样说道 虽然文革极力破坏做人的底线 践踏做人的良知 想使每一个人成为冷酷无情 翻脸不论六轻的斗争机器 不幸之中的大幸事 在关键的时刻 我总能遇到坚持做人 有底线的好人 由此想到 我们固然无法控制外部的大环境 但是 如果我们内心的深处 能够坚守做人的底线的话 我们就能提醒自己 以及教育我们的子女 绝不能为虎作仓 绝不能落井下石 绝不能指鹿为马 或者恩将丑暴 希望中国涌向安宁 繁荣和平 但若有不测事件 再度发生 黑暗势力再度卷土重来 也许我们没有勇气 直接质疑黑暗势力的合法性 但是至少 我们可以牢记文革的教训 坚守做人的底线 只要我们默默不配合 黑暗势力的淫威 良知之光 就能很快战胜 黑暗和反动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